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是阿倫 阿倫是阿倫 對 今天邀請到阿倫 想要問阿倫的問題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 台灣女生比日本女生好地方 因為阿倫已經有 印象一樣有溫柔可愛的太太 對 但是Riko講的是台灣人 對 我想問阿倫在日本生活這麼久 然後你這樣子看來 可能就是跟日本女生相處阿 台灣人的相處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是 台灣女生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對 其實說真的呢 就可能是因為 就是風土文景不同的關係 其實日本人跟台灣人的想法 跟錯視的方式 本來就是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會有很多文化衝擊 對 都有 像我一開始我有認識一些 蠻多日本的女性的朋友 對 然後為什麼最終我選擇了 台灣人做 就是教你 你不要拿到這個節目 台灣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交不到那個朋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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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其實… 因為其實 怎麼講 如果你想要跟日本人交往 我就覺得 首先你要先克服 語言的問題 對 如果你要先跟 因為畢竟你們要先 能夠正常的溝通 你才有辦法 反正一步 對 對 然後其實說真的 雖然說我現在本來這一集 是要講台灣女生的好處 不過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也是有想 也曾經有想過要交日本的女生 啊 好… 曾經有想過 因為我那時候的想法 跟我做事的方法都太台灣了 對 所以說就是曾經有嚇過氣 嚇到我回去 把女生嚇到我 沒有 反正就是 我好奇耶 對 其實呢 不過其實我覺得他們就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可以你直接跟她講 所以你想到什麼你就可以直接跟她講 當然他們想到什麼你也會直接跟她講 我覺得這個是台日差異最大的 因為日本他們可能就是都會有一個的 做禮貌之想 對 我覺得日本人會有一種想法是有點 分辨得欲 就好像是希望你讀空氣 希望你能夠懂我 對 但是 我覺得我來台灣就是有改變 因為我就發現說 可能因為這個文化不同的關係 有時候你不講出來其實 真的台灣人會不了解 或者是不知道 那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 沒有 讀懂我的空氣 但是 覺得好像不能一直 要人家去讀到你 就是 可能有時候還是需要比較直接的 告訴對方 這樣子 對 真的 讀空氣真的是一個非常 來日本人 有意思要在日本上去發展的話 讀空氣根本學 可能一定要自己去發修 對 因為 日本人他實在是 他們比較不會把他們現在的想法 如果他們覺得說 就是你這樣對我的話我也很高興 或是你這樣對我的話我也很生意 他們幾乎不會明講 對 因為會覺得說這樣講出來 有點狠氣 就是會覺得太不好意思 對 就是你應該要知道啊 你應該要懂 什麼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啊 對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以前可能 跟台灣人交往的親眼 會覺得說 我自己可能會覺得說 我已經暗示很多了 然後 可是對方可能就是 不知道 或者是完全 不覺得那是暗示 對 完全沒有這個人 然後我就很剛 對 對 對 其實真的跟台灣女生交往 我覺得最 自在的地方 就是你有什麼你就說什麼 就是彼此啦 不要說是單方面男生 就是女生也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就不需要讓我去讀解她到底誰有什麼 雖然說女生有的時候還是會 還是會有一點鬥的 需要我們都不放棄了 不過我覺得 就以台灣日本比起來的話 真的 台灣女生真的是好香 對 好香死蠻多的 真的 就是那種感覺 嗯 對 因為後來就有自己的改變 然後 習慣就覺得是這樣子的 說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對 就也比較審視說 嗯嗯嗯 就是不用在那邊 繞了 應該是這樣子 好像不是喔 可是真的跟人繞來一點 走到目的地的我感覺 然後 就是 像我跟小米交往的感覺 就真的是 直求來直求想想 不太需要那種 彎來彎去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大家 比較我們覺得最輕鬆 自在的地方 好險 那阿軟還有覺得 哪些地方嗎 嗯 並不能這樣一天蓋圈 不過我覺得 就整體的平均來講 我覺得台灣女生比較活潑 哦 簡單來比較容易約出來 嗯 對 就是 因為我們可能 我們就假如 假如 假如 欸 然後台灣女生你可能講 剛才講 欸 就是直接講說 原不定好像要不要一起去看 嗯 好走 然後我們就去看你 可是 如果你要約日本人去看你 就覺得 直接約又好像怪怪的 嗯 可是好像可以理解耶 嗯 嗯 因為我覺得阿 這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嗯 台灣人 男生 女生 可能說異性 單獨 相處出去 好像在台灣 可能會奇怪的話 哪天在日本的話會 會比較不好意思 還是會 就覺得 就是 對 就是去約會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 你要直接約他出來之前 你可能要就是 比較大家一起出去 對對對 然後 再更進一步 或者是 人事 再熟一點好像比較適合 對 而且 對 而且因為日本他們有一個叫做 想過一個 社交指令 就是他們就是 他們可能說 我們下次去看電影 說好啊好啊 下次去看電影喔 他們可能對方女生是這樣子 可是 他們的可能的本意 並不是說真的說 我們下次去看電影 他們可能只是當下說 好啊OK喔 把這當下做一個完美的DIM 然後可是他其實並不 你在約他還會覺得說 欸 你就開始收到 比如說你就問他要不要看你 然後說 然後他可能會收到說 他今天可能不行啊 下一次好不好 然後就開始一直在那邊 你才知道 喔原來他們說的要去 並不是真的要去 嗯 對 對 就是 你要知道他的心意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 結束過後 你真的再去約他 然後再看過的反應 才會知道 他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這樣子 對 那所以阿倫有遇過這樣子的狀況嗎 就是約幾個 然後可能 有 有有有 有有有 這句 剛剛也講的就是 就是活生生情 已經發生在我身上了 對啊 就是其實 就是我有之前有去參加過 我們有說那種 就是外國人跟日本人的交流 活動之類的 然後當下他們也都是很熱情啊 都跟你講得多啊 然後說 那我們下次再一起出來玩吧 就大家也 不是單對 一對一 我就說 大家再一起出來玩吧 然後他們就說 好啊好啊那你不要再聯絡我喔 等等 然後後來我就過了之後 我們想說可以再約出來 然後我就看了 我知道下次我們什麼 要去約哪裡 要不要一起啊 然後第一次他可能就說 喔他可能 剛好那天有約不行 沒關係 因為大家偶爾也會這樣 是OK的 然後第二次再約 也是不行 也是有有約 然後第三次再約 身體不行 所以我是否則在一個學校請教嗎 對 就是各種 就是有各種 所以那時候就慢慢知道說 原來他們 其實並不是真的 有的時候其實他們說要去 並不是說真的是 好… 好 我覺得在這邊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啦 如果啊 各方可能 真的第一次拒絕你 那你要怎麼看出 他是在拒絕 我想知道你 還是 對 就是我覺得呢 是拒絕完你之後 有沒有講說 那這次再約我 就是說下次一定要再約我 這次真的很抱歉之類 有沒有講這句話 我覺得還蠻明顯 如果他可能 跟你講一些理由 拒絕你 可是他沒有再講說 下次再約我之類的話 我覺得可能 就 應該就 比較 我覺得可能 對 那會不會… 會不會有人 就是說下次再約我 然後就一直下次再約我 下次再約我 下次再約我 可能好像也是有點 其實自己也滿累的 對… 那時候有分喔 其實年代有點久 有點忘記 有點忘記 不過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是… 而且一開始的確就是 不是說單純約 是大家一起約 然後是約了幾次之後 就慢慢就… 然後就慢慢就沒有去約 然後… 我覺得… 真的難道麻煩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 就把愛掉了 記住了 是… 不好意思的 或是… 我不想要傷害他人的心嗎 對… 算是一種就是… 簡單來講是 不要把場面弄得難看 嗯… 就是要讓今天那天的活動圓滿的結實 這樣 畫下一個圓滿的距離 不要讓他比手 有什麼不好的感覺 對… 我覺得其實他們的說法也是好 可是… 以我們的想法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繞一圈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呢 就不… 也不要給我們機會 就不要講… 也不是說那種肉說什麼 然後下次不要再運用它 嗯… 你就不要說什麼 下次再出來 你就不要這樣說下次再出來 這句話 你應該就不會有什麼事情 對… 比如說你講說 今天很開心喔 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 那這樣也許就結束了 對… 可是如果你們講說 下次…那今天很開心喔 那我們下次再出來囉 拜拜 就那種梗子 對耶 好像你們都會習慣講說 對對對… 就給我們一個希望 好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日本裡面的台灣人 給我 好… 今天謝謝阿倫來分享 對… 謝謝… 謝謝… 其實不能夠兩個 就是所有的日本 或所有的台灣人 都是這樣 對… 我今天…今天講的只是 我們目前 我們碰到的一些事情 好… 不過當然也是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 或者比較… 就是不同的台灣人 或者日本人之類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可能 也許並不能夠 代表所有的日本人 對… 對… 就是大家還是要找一個 就是和自己的人 最重要的這樣子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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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喜歡的名言 Barbara de Anzei-san 她說 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失うものは何もない しかし 愛することを 分かっていたら 何もやられない 好… 意思就是說 你去愛一個人 並不會失去你的 什麼任何東西 但是如果你害怕去愛的話 你什麼都能不到 對… 對… 愛一個人會失去一些東西 哦… 錢… 沒有 他… 好笑 我… 我… 不是… 講的很好 的感覺 的確是愛一個人 說真的 你不會失去什麼 是真的 你… 你如果害怕去愛人的話 你是真實的嗎 嗯… 就… 沒有試試看 就沒有開示的意思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 新穎的最想不管是台灣人或者是日本人 就好大家都可以試著去 追蹤看看 追蹤看看喔 好喔那 別忘記訂閱阿倫的頻道 他能夠用我們一起做的影片 有看來這邊看嗎 對 好那我們還有其他的影片 然後每天也會用Facebook 可以使我燃燒熱網分享一些資訊 好那謝謝大家我們 下一集再見 掰掰